中文字幕——Y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更新 时事分析 随时随地 今天是我们的锦临周点评第七十期的节目 首先来欢迎杨先生 杨先生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圣诞快乐 首先也要祝杨先生圣诞快乐 同时我要来恭贺杨先生的老杨到处说的频道 已经突破了十万的订阅 希望未来能够加速进入到一百万的行列 谢谢 是的 恭喜杨先生 加油 加油 是的 也证明杨先生的这样的一个节目 是受到大家的喜爱 并且一些深度的分析 也是受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认可 所以我们也很高兴能够在锦临周点评 请杨先生来汇总一些热点的话题 给大家分析 好 那么今天呢 这个是这个平安夜 所以但是我们今天的话题稍微有点 这个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喜庆 但是这个我们想今天跟大家 杨先生来聊一个 这个话题其实是自古以来就有 叫做告密的话题 那么我们首先来说一下 就是说刚才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 这个上海震担职业学校这个老师 因为质疑南京大屠杀的这个视频 在网上是引起了这个热议 当然这个也分成了两派的阵营 有人支持 有人反对 所以我首先来请问一下杨先生 对于这件事情本身 您是怎么来看待的 这个老师的言论 在您看来您会有选边站吗 首先平安夜快乐 除了快乐 平安夜健康 平安夜幸福 对 这给大家道个好 但七十七也不容易 平安夜来谈报告告密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也是不畏杂成 但是他差切就是一个 一个民族文化 一个道德伦理的一个走向 所以不能不关切 那么我看过宋庚一老师的 那个所有的五分钟的这个视频 没有这个见机的 我觉得他言论观点 大致上是可以成立 作为老师的谈到 这个南京大屠杀这个事件 反人类的这个罪行的时候 他提到了一个统治数字的问题 统计数字的问题 当然我觉得他可如果他温习一下 这个远东军事审判 这个法庭上的这个判词 就是那个当时指挥 南京这个大屠杀的这个师团长 他是战犯后来被判绞刑 那么他的判词应该可以 大致上可以了解 到这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因为他自己制数 大概成为是三十万左右 对 然后 上面的有些讲法 其实也是 其实这些问题就是 第一 宋老师的言论是可以成立的 第二个远东军事法庭的 四六四七年的判词 已经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数字概念 第三呢 当然如果民国政府能够像当年的犹太人一样 能够把有名有姓逐个落实登记在这 这是花了个几十年的时间 原来说是四百多万犹太人造了屠杀 后来呢最后核实的有名有姓的是一百多万 大概是接近两百万 那么犹太人有这个传统 但是当时的民国政府大概有心做有心无力 又紧接着就是打内战 那么这里面包括这个南京政府当时沦陷的时候呢 有些统计数字的缺失啊 纹烧啊等等 还有一点这个中华民族这个 它有一个传统就是模糊数据的概念 嗯 我们的史记十点史记几乎很少有准确的统计数字 嗯啊 有年代久远了 因为有五千年的文明啊 啊 然后呢 竹检木检汉检 但是呢 有一点我们在这方面呢 可能跟西方或者主要的欧洲为主的不太一样 欧洲现在中世纪的庄园 哪一个地主哪个庄园它的数据非常的准确非常坚确 到现在的账务呢 就保存它非常完整 中国可能一个这个民族的灾难啊 来来去去打打仗之类之类的 所以这方面也没有 可能在这个统计数字的这个概念上 也有些差距 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点击上讲 天大汗二漂遍野 二漂遍野是多少呢 他不告诉你 嗯啊 将士英勇奋战 杀敌无数 无数是多少呢 数以千计数以万计呢 你说这个这个赵 那个那个那个白旗 这个40万的这个赵国的兵族被秦 呃被秦朝这个灭了40万的坑 嗯 那到底是不是准确的是40万呢 我们到现在里面说 我们讲是讲大悦一个数字 是 但是有一点无可置疑就是反人类的罪行 在日军攻陷了南京之后的大士屠杀 这个东西是一个历史没有办法否定的事实 对 所以在这方面呢 应该说 但是在琢磨的力度不够 如果说有学者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这个教授 叫孙宅威 孙宅威可能也是主导 主持一个南京大屠杀具体显示数字的这个研究 嗯 那么他谈到这个不要在南京大屠杀 这个历史研究上走进三个误区 嗯 第一个呢永远不变的数字 第二个更加精确的数字 第三个更多的数字 嗯 只要承认日军在南京实施的范围 广泛的残暴的行为的事实 关于死者的数量的问题 可以逐步的做研究和探讨 对 当初这个四五年之后 口述历史的人大概有一千个两千个 但是不够 只要你承认这个问题 我们对敏感的数字 可以做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嗯 这个是一个比较中肯的建设性的意见 因为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包括现在 因为就在抓住的数字脚强不完 忽略了一个主要的历史事实 南京大屠杀是不是存在 对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要点 是吧 主持人 是的没错 我觉得就是说像杨先生跟大家分析的 这个 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位宋老师 他其实在一开始 就对于这个反人类的罪行 他是有一个这个 这个 反对的 而且他也是非常立场鲜明的 那么 我们来说到 说完老师 我们来说说这个学生 就是因为 我们看到是这个学生 把老师的这个视频 发到网上 当然我们好像有些人看到的 都是剪辑版 就是说是他经过剪辑 然后放上去的 那么所以呢 有人觉得他是告密者 但是呢 也有人认为 支持他的做法 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环球时报 还有一段评论 说这个 这个学生不是令人不齿的告密者 而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吹哨人 所以来问一下杨先生 从你的角度 你怎么来看待这位学生的举动 学生这个举动有某种程度的轻调 不是真的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面对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的理解这个学生的举措 跟吹哨人的没有任何的观念 但是跟告密者也比较高见 嗯 因为这整个社会的大风气在转变了 又多了一个例证 李光耀先生也讲过 人性之恶如果没有道德底线的约束 人性的恶会更加的似乎其他 这个呢我们都经历过那样的一个残酷的年代 夫妻之间告密啊 儿子告密母亲啊 把母亲给告密杀死了 那个很典型的个案 美国也有告密文化 嗯 奥斯卡那个得奖的影片 那个叫什么呢 那个叫阿尔帕西诺 演的那个影片的文香是女人 嗯 最后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跟那个校方 那个那个独白嘛 嗯 都美国有这种不告密 不结花不举报 这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我想了这就是人类共同要面对的一个道德底线 不管你是美国中国还是其他国家 尤其是在一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之下 这就是在一个国家里面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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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国家里面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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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国家里面 有人在監控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人講 但別忘了 基督也是被猶太告密的 這是人類的一個裂痕性能力 這個肯定 不是吹哨力 但是就出現了整個中國大陸的價值觀體系的紊亂 官方話語體系的紊亂跟 民間話語體系的紊亂 產生了一個很格格不落的對象 這是今天中國大陸一個不幸的現實 這裡要重一句話 人性本惡如果不加以限制 惡的正面沒有辦法過到有效的自己 我個人覺得沒有原則的舉報 卑劣的告密 都不應該是一個社會 光明正大社會的主流文化 是的 這個主持人 是的 這個其實對於這件事情 這個楊先生坦白說我看到之後 我自己還是感覺蠻心寒的 就是說特別是對於這樣的一位老師 而且他的這個言論 並沒有這個有一些歪曲 或者所謂的這個舉報告密 這種人所以為的這樣的一種導向 所以但是我們也看到其實 中國的文化裡面有個叫告密文化 那麼這個其實是千年不絕 所以您覺得現在到現在為止 依然有這種情況的出現的話 是不是說這是我們民族性帶來的 還是說我們這個長期以來的這樣的一個 社會的這個制度和傳統帶來的 而且剛才也談到 然後耶穌也是被尤達告密 人在物資上這個誘惑之下都有下意識告密的成功 其實也不僅是中國獨立 這個三週以來都有這個告密文化 所以導致那時候路人側默 不敢說話大家驚恐 武則天時期的告密文化到了一個巔峰 後來到朱元璋的文字裔 清朝政府的文字裔 有清一代有文一代 告密文化綿綿不絕 老舍的茶館裡面就有兩個告密者 兩個偵探密探整天都查這些東西 是吧 這都是一個符號 1949年以後 歷次的政治運動 其實這樣的告密者有很多 這個就不用說 有的級別很高的 成績很高的都有 包括高崗勞速事件 後面的很多事件 其實都有這樣不同類型的告密在存在 這是很不幸的說 第二點呢 剛才也談到了吹哨 吹哨人這個定義就是警惕歷史無有主義 歷史虛無主義 在南京大屠殺的曖昧態度 我想這個問題呢 我們當然也知道日本這個民族 它有兩個地方 它是數字精確到個人的 一個就是美軍對東京的這個暴漲 死了幾十萬人 對 第二個呢 廣島的原始暴也死了幾十萬人 是 他都做了很多的這樣具體的死亡人生 姓氏名字都有 這就是我們講 就是跟中國自己本身這個模糊數學概念的勇強 以及中國在抗戰期間 到抗戰之後馬上進入內戰 這種統計數字的工作沒辦法做 有一定的關係 這年代久遠的都有一定的困難 但是呢我還是建議 不要在這個具體數字上糾纏 當然 你反人類的罪行是定性的 這個是沒有辦法否認 就是南京大學呢 我生下孫先生的意見 我認為是綜合 對吧 按這個角度來講 所以糾纏你 你講三個 三十萬個 幾十萬個 這個東西我認為呢 其實 可以 繼續的去探討這問題 但是呢 這個不要去研究 但是我講了告密文化 告密文化其實呢 很不幸 改革開放之後 落落乾乾也有一些 但是呢 不是一個主體 包括當局鼓勵的文化 但是現在變成是當局鼓勵 而且還鼓勵他們 往吹哨人這個方向發展 沒錯 這個我講的就是比較紋亂 而讓我們改變 就不安那個現象 對沒錯 很不安的現象 中國現在不得 不是德國東德時期 那是兼現人文化 密切天文化 那是無日無知 是吧 前蘇聯的柯柯柏 是把動作 把政治意見者 關到精神病院裡面去 跟今天的湖南湘西的 永順現在一樣 那李田田的世界一樣 這些東西都是集權 體專制之下 一個很不健康的現象 但是現在又陸陸續續回來 這很值得我們警惕 所以楊先生您說 這是一個集權之下的 也是一種反應 那你其實覺得 如果這種告密的這種 風氣盛行的話 其實能不能夠說明 政權其實不穩 第一政權的相對穩定性 目前還是有保障 但他還想更穩 因為走共同富裕 要2030年 明年要開20大 然後為了這個 確定這個執政黨的 執政的合理性 正當性 合法性 他就要在歷史虛無主義 這個問題上的 做一些導正 就建構自己新的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執政的敘事 尤其是歷史 不然為什麼還會花了三個月 搞了一個第三婚的歷史捷運 對吧 這裡就是個政權的合法性 敘事這個概念 也請我們的觀眾 大家都互相了解一下 對中國共產黨的此時此刻 是很重要的 第二點就是 相對的不穩正常 一個960萬平方公里 14億人的國家 你每個人都像習近平那麼有水平 都那麼忽配 習近平所有的思想體系 靈魂怎麼之類的 深圳鬧隔 每個人都像李鴻忠這樣 忠誠不絕對 絕對不忠誠 很難 社會的不穩定性 哪一個社會都有 只是他所在的比重 你怎麼去面對 和處理這個不穩定性的一些局錯 尤其是方法 所以我想你說的這個東西 大環境導致 就整個環境的變化 了解 整個氣場的變化 我們60年代的時候 社交前後 毛澤東提了一個 杭州一個街道的經驗 就是群皇群曝 群保 動員人民群眾就地監督 室內分子 反應他們的思想動態 就變成這個經驗 這個經驗後來 習近平最近幾年又提出來 這個經驗跟 現在滿地都是的朝陽群眾 這個大媽那個大媽 遍地湧現其實是一脈相承 而且現在也有很多文革十年內亂 累積的這種 告密者的這種殘疑 另外張怡和 曾經在一個視頻也談到了 嚴皇春就李瑞有被文章揭露過 中共七大召開以後 在毛澤東一個內部會議上 就講了進程以後的任務 除了要去肅反之外 就要打擊這些 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民主黨 這就是反右的歷史的一個背景 才會浮現 那麼朝陽群眾的普及化 這其實也是社會另外一種不安 或者不穩定的一個表現 而且警力也不足 現在最近又把四百多萬個協警 納入國家編制 原來有三百五十萬的這個 這個正規的這個警察編制 那就全國現在有七百多萬 幾百多萬管好一個中國不容易 他跟軍隊不一樣 軍隊平時老百姓是見不著的 對 老百姓看到了專政工具 專政武器就是警察 是 所以這個問題就講了 就是還有一點現在 坦白講 告密其實也是很落後的一個做法 現在的大數據 免布識別技術手段的改進 是吧 我剛才講了課堂服四處到後面的攝像頭 香港現在未必有 但是我上個學期在香港 這個大學間的一門研修生的課程 我一開頭講歡迎舉報 因為很多的學生內地來 但是呢就是舉報的材料 我們一起寫 每年賺點外匯 我們四六開 我哪四你哪六 但是你給我瞎亂寫 在香港 他是有法律治你的 我對他們進行了一番政策教育 好像到目前還沒有舉報的信 所以有一點呢 就一個社會現在有一句話 一個社會如果真的現在出現這種亂象 而且是從來沒有過的 四十多年來沒有過的混亂 在這種價值觀和敘事方式不一樣 黑的變成白的 白的變成黑的 正的變成負的 負的變成正的 讓所有人現在沒有辦法視聰 家庭的教育學校教育 跟社會的表現的東西完全是裂變的 所以為什麼現在很多青少年 精神分裂症抑鬱症很多 跟這個有關 這個東西有人講 四灰顛倒肯定不是一個健康社會 是的 老師的搞得大家是不說話 就是趙本憲哥把教科書拿來念 然後來任何一個理工科的教材裡面 都有想法去找出 有思想政治課教育的成果 比如說講生物學 你就講細胞破解 講基因跟紅色基因的關係 這扯淡了這個哪一個國家 中世紀在黑暗 宗教裁判所在黑暗也沒有這麼搞 這完全是一種歷史的荒謬 他怎麼可以變成一個社會的主要的 鼓動的東西呢 這樣東西就會變成一個 社會顛倒的社會嗎 這樣很多人講的一個段子講的 不用上課了 不用教科書了 宣布最高指示就行了 那不是這個文革的時候一樣嗎 這種東西不可持續不能成久 如果要再想到讓他持續持久 那這個社會就垮了 肯定維持不了太久 主持人 是的 其實這個地方 我不知道楊先生有沒有擔憂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 就是學生對老師的這樣的一個 告密或者是舉報 那麼 當然這個也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其實也有這個學生 來這個告密老師或者是怎麼樣 所以有評論就會覺得 像這樣的一種風氣盛行 像您所說的 這樣大環境的造成 這樣的一種風氣盛行的話 您覺得這些年輕的一代 會不會成為您所經歷過的 那個痛苦時代的 紅衛兵的那種角色 比紅衛兵還惡劣 現在是培養了一大批 包括搞不好他們的老師 都70年代成長起來 精緻的功力主義者 算計別人維護自己 是 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是溫暖的 現在我那天上課講 現在誰給我有辦法 把八龍八尺在背面 誰還記得八龍八尺 對 24個字的核心價值觀 也有自由民主平等 你給我拿到街上寒冷口看看 這不正常整個社會 不正常 紅衛兵在在線是不可能的 但是這種情緒和移序 是不斷的緩複出現的 今天的孩子完全不知道文革是怎麼回事 不知道歷年來的政治運動的殘酷性是怎麼回事 對這才是最可怕 因為我們沒有完整的告訴他這樣的醜惡 他們以為文革很興奮 打倒走私派 跟現在的鬥和聯想極端的柳傳志一樣 馬雲什麼馬化騰 拼不拼不拼他們 把他們錢不斷的罰款 這樣的話大家產生一種快感 好像這樣就可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這是方命的說法 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是有點擔心 是的 他如果為難成功是很麻煩 每一个社会都有这样的 但它肯定不是社会的主流文 苏联的大舒缓的时期 国内领略统治时期 东欧国家的那些齐奥塞斯国 这些东德国家 这些东西不可以再回来了 不应该再回来 也不应该得到鼓励 这个孩子肯定不是吹哨人 毫无原则没有价值观 没有自己判断力 因为体验了主旋力 给他们的一些指导 所以我责任不在谈 责任的教育体系 责任的社会价值观的文化 但我不能原谅这个年轻人的做法 包括前不久是沈阳还什么地方 有一对有一家 一个双胞胎 教了老师辅导完了以后 教了钱 然后就去举办 对 这两个孩子上了高中 没人给他踩 没有人给他打钞 没有人阅历给他们喝钱 这两个孩子的成长就完了 就因为告密 你说这个社会怎么办 这不是癌症 是艾滋病 这肯定是另外一种变异的病毒 就出现 这个非常可怕 是的 那么所以杨先生现在你也注意到 就是说这个 因为这个老师呢 他是五大出身 所以呢 现在就是说 也就是说这个 五大现在也受牵连 包括之前这个在疫情期间 备受争议的这个方方 好像他们也是这个同班同学 所以呢这个接连这个方方的原因 然后接着又这个五大也被谩骂 现在刚才您提到了 那位叫李甜甜的老师 因为所谓的 用一首诗去声援了一下这件事情 直接被送进了这样的一个精神病院 到现在目前来说 好像还没有出来 所以这个就让我想到了 这个古代的一个叫做 株连九族 这样的一个罪 所以你觉得现在 中国是也在继承这个传统吗 这个看起来会不会觉得更可怕 株连 未必现在会做到 因为呢社会 有一定程度的抗准力 但是呢就是 你这只是跟方方同学 然后就变成是殃及五大 我想这就是民粹主义的无限连想 嗯 这本来也是属于不健康的一方面 嗯 所以我想呢这个 我后来想起了1984年这本书 这个是一个很像 嗯 顺庚医也是其中一例 而且呢陆陆续续这两年来在 呃当局的有关鼓励之下 从这摄像头之外鼓励举报 学生举报的个个案越来越多 嗯 就很令人不安 是的 李田田呢这个 还生有怀孕是六个月四个月 对 他怀孕了 那个地方就是中央电视台白岩双的节目都谈了 财新网都谈了 很多法律工作的教育工作的线 就是一声不公不动如山 那个地方湘西的地方山嘎拉角 过去呢都是闹土匪的地方是吧 嗯 那个地方就天高皇帝园 他们好像是没人管 他也不理睬的东西 你至少要出来说明一下 这湘西自治州的领导出来说明一下 湖南省有关部门也应该说一下 大家不当这份事 这其实对整个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的 德行的权威地位也是个伤害 这个东西是我认为是很不正常的 很不正常的 这李田田的事跟告密的事 我认为所有的我们看到这个乱行 都是当局有利无利不利的结果 当局要负的责任不可推行 嗯 这个呢其实让很多人有一种无利感 对 老师上课就是照本宣课就是 要对孩子的成长教育有好处吗 我们的孩子愿意就到这样的一个学校去 身边的同学可能是告密者 对 然后老师的战战兢兢什么话都不敢说 你这样能学生在这样的学堂里面能学到什么 教育就完了 完了 不是教育完了 两代人一代人就垮了 对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没了 对 说这个话题有点沉重 平安立的讲这个有点 不合时宜吧 所以最后这个话题我们说的稍微有点长 但是最后我想请问一下杨先生之前 您曾经也也说过啊 这个叫做这个马马 是马马虎虎的爱国 就是我想请问您啊 就是说这个我们是属于在中国以外的 就是这个在这样的一些这个您说的这样的一个爱国 但是如果您觉得在中国本身来说 什么样的才算是一种爱国的表现 您觉得这样的一种爱国教育应该怎么样去进行 马马虎的爱国主义对海外华人 这个更多的这个我认为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标准 因为你我陆极了 我已经在其他国家安居乐业安身里面了 我只要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嗯 头发是黑的皮肤是黄的 我希望这个民族真的能实现真正意义的复兴 你就是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你香港人30多年来 每年的6月4号都在那边调念旅游游市 可以他一些口号跟大陆格格不入 但这其实也是另外一种 特殊家国情怀的证实 是的 但现在呢完全没了 也不存在 嗯 所以这个东西等爱国主义的东西以生俱来 不需要教育 你这个正常的人神经是正常的 你对这个国土的认同 民族的认同乡土的认同 我认为他是运行不备 香港人 可能多数人 或者相当部分的人爱国他不爱党 嗯 不爱党 对 对共产党是有排斥 但是对对国家是热爱 是的 60年代大饥荒多少人这样去送 对共捷衣唆死 60年代之后尽管很反感 滑动大水在香港在全世界这个捐款最多 512大地震 今天你把这个东西又伤了 人家一分钱都跑不出来 嗯 所以我想这个东西要怎么去正确的判断 所以比较危险的 民族主义情绪被调动起来 他是会双刃剑 是的 看起来这些四处出去的小网红 理会时报在那里讲了这个 买宣传力 这个独家的这个 我的新闻 我的节目也做了这个报道 这个东西呢就是呢 就被充分调动起来以后 社会失控 当一个社会的四非善恶 真假虚实的完全就混淆的话 这个社会一定会陷入混乱 再来几步习近平的治国理政 都不一定纠正的了 所以过度的自信填射的是过度的自卑 而不是一个健康的党国的心态 没错 我们举一个例 抗战的时候不是地下党组织的一帮学生 上海交大吧等等上海学生到南京的情愿 那很了不起 自己开火车到了南京下班 蒋介石就不得不出来接见了 接见就讲了回去读书吧 要么你就回去读书 要么你就到戈壁的招兵站 国防部的招兵站 参军报名就打日本 没有人去报名 都回去读书了 爱国不能俗说的 但是呢西兰年大 一声令下 十万个青年都是精英 就是接触的人 参加远程军 英勇上帝 国民政府时期的空军 都是附加子弟 一般的人还没有办法 没有资格学会计 几千个几千个 义无反顾的人 那都不要说什么爱国主义 身体力行就是爱国主义 但是不要你现在要三乎万岁啊 要高乎万岁啊 忠诚都可以决定 不忠诚 整个社会的政治价值观 道德伦理底线 如果稳乱有 这社会一定会出大问题 就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来看 好 谢谢杨先生 希望这个新的一年 或者是未来 我们能够看到一些纠正的 这样的一些动作 但是这个 还没有发作完 好 所以那我们就继续请杨先生来观察 好 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 那么第二个话题 我想请杨先生来讲讲这个 这个威亚的逃税漏税 那么这 最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呢 是因为这个电商这个行业在 这几年发展的是相当的蓬勃 人家就说了 范冰冰辛辛苦苦 这个拍了这么多年戏 拍戏是很苦的 这个受了这么多罪 最后罚金 这个都不及威亚 这几年 大概不到五年吧 三年到四年 这样的一个直播的 这样的一个罚款 和这个当然总和了 所以 两年的 2019到2020 对就是非常短的时间 所以我想请问杨先生 您个人本身 对于电商直播带货的 这个形式 这个行业 新兴的行业 您是怎么看的 您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 太过于暴力的行业 我认为暴力也是个市场行为 这是新经济的一个形态 直播带货的是一种新兴企业 现在每年是数以万亿计的生意 对 那其实也在某种程度带动了实体经济的活络 减轻的中间环节 降低销售成本 嗯 我认为那是一个新兴的产业 而且还不会被完全被干掉 嗯 这是一点 第二点一个新兴的产业 跟互联网刚开始的互联网经济一样 的确也存在着野蛮生长的一些现象 垄断之类的 呃不是野蛮生长就是垄断啊排他 出国之类的行业恶性竞争都有 嗯 所以呢在一定的程度之上整治 有它的必要性 互联网经济 在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世界仍然是新鲜的事物 尽管他很多这个拷贝都是阿亚马逊啊 什么之类的东西 但是他还是在发挥着 这新鲜的事物 第五呢就是华莫数额巨大的偷逃税款说明 他的营业额是极其惊人 嗯 就是淘宝之波间 去年当时6000亿的民佣 对 就这一个威亚这个人和他的企业 占了将近8% 是 所以呢我认为呢 对新兴行业的 所以以来是什么 还有什么 就是就是这个家图欧币 然后就是这个换队 这个开玩笑 是什么 对 自己对我没有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国家政策的 这个势力 这个 Kaiser 所以有很多人会进来 那你觉得如果是说有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的话 会不会又让这个事情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而且现在这个监控监管虽然再开始 但是他依然是滞后的 你觉得未来的这个监控监管 法律的这样的一些更正和调整能不能够跟上 这个行业接下来的发展 理论上是可以 理论上这个政治治理或者这个法律制度的健全 对制度性的建设是有好处 然后监管力度的增加 可能对国家增加税收也是有好处 但是任何一个行业 监管一严谨一健全 这个行业的活力就会受到限制 再加大税负 你中国大陆的个人所得税是45% 世界上非常之高的一个税 这么高的一个税 各个税 迫使很多人要采取各种方式的 避税的态度 对 因为他是搞流转税 是适用于传统产业的个人收入的流转税 其实现在新行业 尤其是像互联网经济 电商带货这个东西 有人建议要采取直接税 税的比重不要那么的高 而不是那种地增线 这样的话也可以在制度上和税法上 避免这种偷税漏税逃税的现象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 政府监管制度历来如此 还有一点的政府的监管 要适度 有它的必要性 但不能够过犹不及 我刚才说过了 现在中国大陆有两亿多的联合就业的 这是一个很 很屌 很不应该有的一个现象 一个概念叫灵活就业 就是失业 就相当于失业 就是失业 失业的人得活 活了怎么办呢 这所谓的灵活就业的 包括送外卖 诸如此类这些东西 快递什么东西 他们是生活在一个灰色的地带 经济的灰色地带 可以这样 可以不难用 好了 是法治 健全技术监管技术到位 对政府的治理有好处 对税收的保证有好处 但是 有一句话 水智轻则无语 没错 没有灰色地带 经济的活力就展现不出来 所以孙立平说改革开放之初 经济很差 社会也不行 自主创业或者大家谋生路坚持的人很多 但政府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盐管 交给市场这条件 经济的活换起来 没有 改革开放初期的 经济的活换 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后不会产生那么大的爆发力 没错 是的 现在的管洋洋自得什么都管到 管到死死的 当然这样写报告搞政绩很容易 但是这个经济一旦没有活力 这个行业就会萎缩 这个行业就会停止 有人说是利用这个东西让中国的经济 从美国的那种虚拟经济的模式 转于德国的实体经济的模式 说的非常的 堂皇 但是这样能达到这个要求 我觉得也有点难 是的 那所以 杨先生也有人说 就说像现在这个威亚这样的一笔巨款 其实也是算是被割韭菜 因为 会 我们都说这个枪打出头鸟 然后当然这个马云那我们就不说了 这个他是这个自己把自己给这个搅和黄了 那么像 这种情况下的话有很多人觉得这个跟 共同富裕政策有一些必然的联系 你认为有吗 共同富裕如果是用这种手法 这样的共同富裕是 会走遍 但是现在确实有很多就是 有钱人就是被 现在的共同富裕 一定会走向共同贫穷 放水养鱼 关门打狗 如果是在这一套的话 也违背了改革开放的初衷 也违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本身的合理的内涵的 出发点 所以把这样的事情当局的动机和出发点 还是用这种打土豪分田地的个思路 发展下去会非常危险 我一系列的强监管的措施 如果只是为了去满足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我认为是非常危险的其中 共同富裕的目标是 2035年中国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文之后 现在有点着急 我们是以前的节目中讲的 刚宣布脱贫 紧接的宣布 我们已经建成了全面小康的社会 对 光机来了一个6亿多人 月收入不足1000块 或者接近1000块 这个怎么小康 这个怎么小康 你说 告诉我 两亿的联合金额的人 这怎么是经济性的 必须看到中国经济现在只在走下行 是的 下行的趋势很明显 灵活就位的人数一多 所以有一个专家想要赶在青年人 都能够找到一条活路之前 把所有的政策措施落 不然的话这些人就是造反人 活不下去 活不下去有两个意外 一个躺平 一个造反 对 一个那种事 哪一个国家得家 躺平是挣了点钱 就是没有疫情我都不会做这个节目 因为我没有其他的活 有疫情你没办法 你在家里待干嘛 只能对着那些 舒坏一点个人情感 对看法 老杨到处说这是给避出来的 锦临周天平 我估计也是这样避出来的 不能我那么多时间来跟大家聊天 所以这也是姓氏 杨先生 那是 用力过猛力度过大一定会有缓效果 共同无疑是用这种方式走这路 这共同一定是很危险的一条路 极旧章的施政方式 强监管的这个这个硬着路 一定会出大壮 这是规律 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制度都是这样 主持人 是的 那么杨先生啊这个你刚才说到强监管 我们看到这次维亚的事情 这个已经他已经直接 这个认罚 而且道歉 然后包括他这个 他丈夫也有道歉信之类的 然后 他依然是全网封杀 就是他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间也好 淘宝店也好 全部封杀 因为其实 我还有节目 专门是 邀请到这个之前做过这种直播播主的 带货播主的这个来说 他说其实经营这样的一个号是非常辛苦的 而且这个威亚基本上他的工作的时间也是非常长的 所以您觉得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是不是强监管带来的这样的一种过度的执法 就是说你认为他应不应该被全网封杀 我认为 第一 他透露算是错的 当然 任何国家都不允许 对 第二他认罚 因为他已经跟那个老干妈那个桃花币一样 他们是90亿身家 也不容易 这个威亚那个挣钱不容易 头发丸套一直掉 搞不好都是假话也不一定 是吧 原来是我一个朋友 公司的一个普通的这个办事员 但是人家能够这样拼出来 很简单 对 你把他所有的路都封死 就跟 劣迹艺人一样 你不可以参加中国文年 也不能到人民大会堂开会 你们生活的都没有 以前毛泽东在的还会给出路政策 黑五类的分子 黑七类的分子的子女还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还可以给一个工作做 现在怎么对这东西 让他把这个钱 弄完了然后让他走上绝路 这不应该是一个 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的作为 我认为这不正常 这就是一桌而窄 就是走偏了 但是没办法 因为呢不知道怎么理解 不知道最高领导人的意思是 因为什么事他都要批示一下 所以呢官僚机构就躺平 我们奉命行事 没有奉不到命就不行 奉命就往 专的方向去做 不然我要担着 包括教育培训 包括互联网 包括等等 因为一个人 要管所有的事 很辛苦的 厕所你要厕所革命你也要指示 然后到处我这样有人给他落列 数十个像各种行业指明方向 你看他手都累 不要说其他东西 你不要让他有休息的时间思考的时间 不然的话习近平的思想体系怎么可能更健全 更全面 不能把他这样用 一个国家领导人不能这样用 也不能够这样处理 治国理政的方式 利用佐夫又是怎么来的 对吧 所以所有的人就像李鸿忠说的一样 以成人之心适中 这麻烦 好在我已经离开这个地方太久了 让我这种我可能会死 我怎么可能 随时要成人之心就适中 毛泽东时代都没有这么要求 我们现在就这么要求这个 是的 严重的不适应 还好 还好 没错 这个确实啊 就是说这个 其实就是很多的这个 这个行业当中的朋友 其实杨先生 我觉得现在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会带来一些这个 寒蝉效应 就是你像我想做这个节目 我们确实也认识一些这个播主哈 然后也认识一些带货的这些 人 然后但是呢 我们邀请他们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 敢出来讲 就是 就是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让我觉得 就是说这个 当然 我能理解啊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但是确实就像你说的 这不正常 而且这个可能也是大家 因为害怕未来会导致什么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好 我们下面 嗯 来请这个杨先生给我们讲一讲这个 最后啊 最后讲讲这个台湾的这个四项公投 因为呃 我为什么想请杨先生讲这个呢 因为在我看来 这四项公投 似乎代表了台湾的一些民意啊 等一会我们来请杨先生分析 但是我首先想请问您的是 现在我们看到 这四项公投是这个 完全是这个民进党大获全胜 所以我想请问您的是 中国大陆对这一次的四项公投 您觉得他们会怎么看 因为这个会不会调整一些对台政策 呃 四项公投可能国民党是会赢的 哎 也就是说国民党不贪贪天之功啊 不把一口气要一步到位 把前两个拿出来用 国民党一定赢 嗯 把莱猪啊 还有另外一个什么东西 他现在就把大选捆绑在一起 国民党输了 有点贪天之功 他把民进党把一个民生议题 提升到了一个政治议题和执政的安律的问题 嗯 民进党的权力动员 民进党在做动员一流 对没错 历来一流 对 行之有效 所以呢 这个问题我讲 但是呢这个大陆你谈到的问题 大陆还在观察 好 应该把这个四项公投的结果跟民进党的可能会继续执政 美台关系进一步提升 台湾问题逐渐的 扩大国际化的影响 联系在一起 我想这个问题呢 应该是这么看 嗯 第二点 用公投 来表达民意数据和选择 这会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 还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 在国际法 当一个地方你的分裂的地方状态持续的有一定的连线 假定是50年假定是70年假定是80年或者100年 国际上对这个地方的存在会有一个新的定义 嗯 这个研究国际法的人一直给提醒这一点 觉得如果这时间台湾问题 久托不绝对中国是不利的 嗯 所以呢 他用非和平方式的解决谈问题的紧迫感 可能在中国大陆 会不会提的更高的一层 中国大陆的整个对台政策一定不能够以不骗应万骗 我的一个中国就是汪道环那86个字的定义 讲得很好但是可以曾经以往那个定义 民进党已经连续执政了两届 有可能要第三届 也就是说未来的五年十年 中国大陆的 要面对的不是国民党 而是民进党 这主张台湾独立台湾前途 由台湾人民自己攻决 这是台湾这个用公民自觉来决定台湾前途问题是台湾 民进党一贯的主张 也就是说大陆的对台政策就好像是一棵树 民进党以及台独势力就不断的一根叶子 一个叶子的拔 一个质感 这个拔的你剩下一根公杆 你那时候怎么 我相信大陆方面是应该会有解决 而且会有一个更清闲的意思 会不会调整 那是他们家的事 从这个趋势看不调整不行 调整什么 和平统一 这个方式 不放弃武力解决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位置 我想可能是这样的趋势 您是这样的一个判断 对主持人 是的 所以我想请问您的时候 就是说像您刚才说 如果提出两项来 那么国民党可能会赢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四项出来之后 是这个国民党也是确实 是这个惨败吧 那么再是在这个 这个全全前前前面的这个动员来看的话 当然两个党也是相互这个对立的 那您觉得这场公投对于 国民党和这个民进党来说 都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先来说一下国民党 国民党的动员力也会了9.25之力 国民党的基本盘大概也都出来 民进党也请其所有的基本盘也出来 4.1 4.1 这里面有一个空缺 35%的中军选民没有出来投票 这个就是这次公投一个调别的 这35%的中军选民曾经在蔡英文的连任 由于乡党的这么一个一国两制的这个 这个把他吓坏了 他们把票全部投到了民进党 蔡英文才能顺利当选 对高票 这次四项公投 中军选民没有完全站出来 为什么呢 烦嘛你们这些人 两个党这样积极积架 如果你就就一个议题一个议的了 搞不好他们会站出来投票 所以国民党还加上内部不协调 各怀鬼态的力来如此 你看他们这样都已经没有什么动员力了 还对侯友宜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支持 民进党是把这次四项公投的提 活生生的硬硬把它提高到政权保卫战 对 所以我想国民党是输了不应该输的 原因很简单 过于超之过激 朱立伦这也是呢 选战的经验也是有限 这个读书人输灾出来的人 毕竟跟像韩国瑜那样完全不同 这个国民党的这帮精英呢 有点不接地气 曾经也不接地气 现在更是不接地气 还不如吴敦丽 所以我想明年国民党的 跟民进党这场县市场的选举 国民党还有点悬 这是民进党操盘的这些人 像秋一年龙来人的玩这个一流 对 国民党没有这个 而且要命的是他们在大敌当前之间都不会团结一致 互相拆台 互相保佑 对 这是国民党历来 从孙中山的国民党到现在 都是这样 对 这是他基因 蓝色基因 不是红色基因 对 是的 那对于民进党来说 您觉得对他来说 未来就像你说的 他有可能会第三次执政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吗 看看外力 看看外力 这外力就来到美国的 国际的关注度 中国大陆的非和平方式 对 军机绕台什么之类的 这里面如果他最后用这种公民复权的话 那是就是跟大陆谈牌 那么要关系到台湾2300万民众的福祉 前途命运的时候 台湾人民应该也会有自己的理性的选择 如果台湾人民选择说 不跟你同意 台湾人民不可能选择台湾独立 那台湾更多的民进选择 长久的维持现状 对维持现状 没错 维持现状久我久之 我真的国际华的威胁 中国大陆本身的国际环境中的 这种扮演的角色和被孤立的地位 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决 台湾问题显然是一个挑起火头的地方 英国经济学能的时候是有道理 美国唯一所的西方盟国 就想在台湾里跟你闹着 知道你现在有那么多的短板 内部的稳定性也不像外面所说的 那么样的煎炉磐石 经济的走向在走向下行 对外的关系就是内胜外亡 也就是说你外面的形势做不好 你要检讨你内政的作用 你内部的形势很稳定 政治很清明 精致发展很顺畅 外交关系一定会出现 两岸关系问题 你得票 你获得的这个讨价还价的位置会比较高 所以我一直说五年 未来五年十年 不可回避 像台湾内部有些人讲的 甚至讲到了2024年 都很难说 台湾问题的危机程度的不可遇切施 越来越明显 是的 所以我下面想问一下杨先生 关于莱猪的公投 美国莱猪的公投 因为蔡英文说 如果美国莱猪公投过关的话 那么台湾经济将会回到过去 被锁在中国的困境 但是我们看到国台办的马小光 他也说 莱猪不等于全部的美国猪 而且前者是对人体有害 大陆都不进口 台湾为什么要进口 所以在这里我想请问你 就是台湾人民本身对于这件事情 他知不知道莱猪 有毒这件事情 或者有毒这件事情 是不是已经有证据 那么如果 受漏金的猪 受漏金的猪 美国人吃吗 好 我听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说 美国人也在吃 但是在台湾问题 这个美国的牛 美国的猪肉进口 台湾都可以上 美国原来驻台湾代表处的一个代表 应该有CIA背景的杨树蒂 后来也在香港驻 他对陈水扁说 美猪美牛进口的入口的问题 不是健康问题 不是简单的食品问题 安全问题 是政治问题 美国是把它当成 这个政治问题 来跟台湾来施压 台湾那个市场能消化多少美国猪 美国牛呢 这政治问题 就是说美国的利用这个问题 在整个经济上要困绑 但是硬要说这是中国大陆 要怎么样怎么样 什么的有点硬好 反正动辄就上纲上线 反正大陆这个神主牌是很好打 对 我实在不行 哇中共怎么样 中共经常要助选 对对对 我也这么觉得 第二个台湾经济 很难完全跟大陆脱钩 对 已经形成了一个经济互动 尽管台湾对大陆的经济的依存度 并不像外面所说的超过百分之多少 但是台湾的经济跟大陆的互动 不可能 一夜之间或者落干点之间就完结了 这一点也是实实 台湾和美国所有的努力的主要目标 要让台湾走出现在的外交困境 让台湾更积极的加入了地区或国际的经贸组织 包括CPTPP 对 包括美国和台湾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 各种各种各样的协议 就台湾的经济上 会跟国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靠得更紧 所以这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个解决 这个理解我认为可能很多观众都忽略 所以为什么陈水扁当总统一直要开放这个 这个话题一直延续到了马英九当总统 维拉这个问题像马英九第一任的国安会的秘书长 苏启就这样子 因为这是美国流落的事情就被撤职了 不得不离开这个工作岗位 就是他是个政治问题 是吧 这里面就显示了一个 台湾在两岸或者中美关系之间 他扮演的角色 他是个短板和弱势 他必须去仰仗某一方面 对的 是的当然 依赖国务 这是一个 所以美国猪美国牛是政治问题 不是经济问题不是健康问题 这里面还牵涉为了日本越野意识 你这一开放日本福岛有五个县市的 福射的福射的食品台湾要不要进口 是的 这个说老实话台湾民众没有意识到这些连锁的 如果说你政治上军事上也要仰仗 是 避免应隔壁 对是中国 仰仰掌 也是民主的 虚感 也 这是第二山 所有相信 卫生 Har côté都不是 卫生 每日ир enfin 一 能够实现美国自己的一些政治目的 我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所以刚才杨先生也讲到了 32%的中间选民在这次共同都并没有出现 35% 那您觉得就说这一次共同能不能够代表台湾的民意 基本代表 双方的这个基本盘都差不多出来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台湾现在的民众 就是有这个亲美抗中这样的一个趋向 亲美抗中应该是个主旋律 逐渐成为主旋律 所谓的就是大陆的对台学者就提出一个前统一意识 统一在即 台湾的社会多面的台湾的民众 对大陆充满恶感 是的 加速统一的准备 温暖不顾 明显看到抗拒抵触两岸统一的心态的增加在扩大 北京也意识到这一点 是的 就跟这次香港选举一样 嗯 百分之四分之三的选民不出来投票 嗯 你认为这个就是要补充中央的传制 对吧 蓝绿两党 在两岸问题在对大陆的政策的本质上是一致的 不想跟你合吗 嗯 嗯 核不捅 不战不合 维持下去 这样对台湾最有利的维持现状 嗯 国民党的持续的在野 对民进党在战略上就失去了任何有影响的制约力 嗯 这一点来讲 可能很多人没有看到 蓝绿蓝绿 对中共对两岸关系的看法 政策的作为诉求 本质是一致的 九二共识的本质是什么 是托吗 对对 你要一个虚的一国两个中国的看法 我跟你含糊其词 然后我们继续玩我们自己的 不想跟你合 你那个制度对我们没有限定 这很明显 嗯 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几十年了 对台政策辛辛苦苦 到现在还解决不了这问题 然后呢 公投一旦成为了习惯性的民意表达的话 也很危险 大陆出难题 大陆说台湾问题要整个大陆来 投票 你真的整个大陆来 全过程民主来投票 来投台湾乾坤问题 不一定都会投很高涨的票 因为你 哦 内政 存在的问题 嗯 会导致打入社会的 各种裂边 没错 他肯定不会是铁板一款 嗯 台湾民众 自主选择的能力很强 在选举理论来讲 台湾民众的对选举这个流程的适用性 他已经实现了程序性的民主好多年 嗯 他很多直选是在日据时期的晚期就没有出现 嗯 村长里长 国民党的地方自治呢 也是释放出一部分的地方权利 来争取的本地的财团 本地的这个 乡土政治势力的配合 嗯 然后到了解银开进以后大规模的 然后到现在来讲 总统都直选 他已经习惯你 第一习惯你程序性的民主 这里面习惯于投票票选民主 习惯于公民附权 当他成了一个习惯以后 以后重大的牵涉两岸关系问题 这个打另一方别论 对 打还有一个治理的问题 他动不动就用公民投票出来表达意志 你很麻烦的 嗯 大陆有个这样子 我们是很好比你们好 我们有全过程的民主 我他妈快70岁 我到香港来参加几次投票 但是大陆来选择一起 嗯 嗯 了解 好 谢谢 这个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杨先生啊 这个在这个平安夜的时候 来跟大家聊这么严肃的话题啊 这个虽然我们也想讲 讲一些这个 这个娱乐的话题啊 比如说王力宏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杨先生这里 我们还是希望从杨先生里 学到更多观察 国际社会的一些方法和教育 最后呢 利用这个节目的平安夜 祝世界和平 祝两岸和平 祝所有的观众朋友 平平安安 度过这个蓝牢的2020 2021 2022 让大家的日子过得更开心一点 平安健康 这是最重要 是的 圣诞节快乐 圣诞节快乐 也希望这个杨先生也可以平平安安啊 他未来给我们分享更多你的看法和角度 那么当然这个还是最后啊 这个大家要去杨先生的这个油管频道 老杨到处说去捧场 因为杨先生现在这个已经是过了10万的订阅啊 那么未来杨先生肯定还会有这个直播跟大家见面啊 这个来请导播 切一下杨先生的这个主页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我专门截取了这个10万的这样的一个订阅的这个画面啊 告诉大家 然后大家 这个我跟观众有个承诺 原来是两个星期一次直播互动 现在是每个星期一次直播互动 每个星期六 每个星期六 所以现在杨先生也开始这个要这个加码了哈 加码时间了 这个我想当年我也是这个两周一次直播 后来变成一周一次 现在变成一天三次 天天直播 对 未来杨先生可能也有会这个 但是还是要保重身体啊 好 这个还是感谢杨先生这一年来对我们的支持啊 希望未来的路上能够和您继续的共同前进 然后为大家这个分享和分析更多的这个国际事实 谢谢你 祝您 还是祝你圣诞快乐 好的也祝我们所有在线的网友 我感谢您在今天依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下周我们再见 下周了